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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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好吃 现在是7点03了 我们刚刚进入太原的市区 我们离酱肉焖面不远了 就是这家看起来很传统的样子 一位 两位 两个人你吃不了 你可以两样拼 拿个拼个酒吧 这个 现在虽然7点多了 但是还挺多人的 感觉很多叔叔阿姨在这里吃饭 觉得应该是来这的地方 你知道吗 就现在那个出餐口就在我们旁边 然后我俩就一直盯着那个出餐口 但凡有菜出来都觉得是我们俩的 来了来了 来 来尝一下先不蘸调料尝一下这个猪耳朵 是熏制的味道吗 好像我小的时候吃那种 酱猪耳朵啊 这个好好吃 这个肉好软 就是一种炖的很烂 而且特别入味 特别像我们小的时候 就那种国营商场里边 会有一个窗口 专门对卖这种酱的肉 卖得很快 基本上就是每天先做先卖 跟这个味道特别像 就完全不是那种 就我们现在买的那种 完全没有中央厨房的味道 就是那种就是手工手做的那种味道 但店家特别好 我们看这个棒骨有点多了 然后它主罗哥们 看这种按块卖的小份 然后这样就不容易浪费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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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满足啊 肉特别多 嗯 质感特别好 太爽 它这里还有骨髓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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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味道跟汤面完全不一样了 因为这个油里面 在辣油里面它应该是有 有醋 然后脱辣交有其他的香料 店家自己专门配出来 然后专门配这个姜肉炒面的 加完之后它那个面糖次就更丰富了 就是不管是肥肉瘦肉都是入口即化的这种感觉 这个肉和这个面的味道融合得很好 因为你一边嚼 然后这个肉就融在这个面里边的这种感觉 而且它这个扁道你没有看到吗 是那种很白的 这种就特别嫩 所以吃上去就没有那种啊嚼不烂鲜味感很多的感觉 嗯 是好吃的 焖面最好的一点是它不黏 然后它把这个水分稍稍给焖干了 就整个你看每一条面它都是分开的 但它又在这种焦与不焦之间的这种干爽感 是焖面特别独有的一种魅力 当然也少不了焖面的灵魂 锅巴 圆满 刚刚吃完焖面 然后刚刚跟老板聊了一下 特别有意思 老板说其实这边的顾客都年纪比较偏大 然后看到我们来特别开心 可能本地的年纪很少会吃本地菜 对 然后他就说这家店开了18年了 老板说他们家特制辣椒酱是怎么来的呢 就是因为他们请了一个川菜师傅给他们新增了川菜的菜色 然后那个师傅说他一年只是四次面 然后老板就逼着他吃那个面 然后那个师傅说吃面可以那我得自己调个酱 然后这个酱就这样诞生了 给你们看我的肚子 现在我在吸气 如果我不吸气的话就是这样 你两三倍等着你快来旅行写受吧 今天要去吃太原的羊杂哥 我一过来就闻到那香味了 应该就是那家店我刚看到了 有可能是我饿了但真的香 不知道是不是我们要吃那家羊杂哥香 但是这停车场旁边就那家羊杂哥 应该说这羊杂哥旁边就有停车场太好了 耶 刚才我们停车的时候 停车地方呢 人跟我们说 刚好我们停车的两个人都去喝羊汤 这样应该出来的比较快 感觉还挺多人的 羊汤的拼装很有意思 用滚烫的羊汤一遍遍的泼在粉丝上 将粉丝烫熟 然后再次浇上羊汤 你要什么油酥饼是吧 要羊肉汤和油酥饼 那我要羊杂汤 拿到羊汤后 趁热散上葱花和香菜 按自己的需求 加入胡椒粉就可以开凳了 我准备摆点麻花泡到汤里 等一下 你是看姐姐都这么干的 所以我看到有人放麻花了 所以就买了一个麻花了 你要买 对 先放那么多 看也很不错 它那个汤是 等了 我们等了一小会 等了那个汤滚了之后 它才开始卖 这个粉是吃得像土豆粉 吃得像 但我对粉的研究不深 我也没有 我点的是羊肉汤 所以里面基本上只有羊肉 没有特别多的三味 好大一片 天 天 好大一片羊肉 好爽 回来尝一下 回来尝一下 这个麻 神明给你们安利 这个麻花泡羊汤的吃法 真的太好吃了 这个吃法还挺有意思的 我们来的正确时候 你看我们后面的人 这个羊汤没有奇怪的山味 或者藏气味 味道是很好的 我喜欢的羊杂汤的味道 我刚才吃了一个羊肚好香 怪不得它那块有肚丝汤 我刚才差点心动想点那个羊肚 这个粉是那种就是很清亮的感觉 就是不黏 然后还挺弹的 我们家经常点的那家是要发黄的粉 好像是红薯粉 我刚发现的是这个店的名字 用英文读 用英文读就是刚刚好 他把这个酥饼放到汤里 这饼本身是没有什么味道的 但蘸汤吃很酸 他比较测实 所以就比较能细汤 我觉得还蛮好好吃 你还蛮蛮好 我呀 好吃吗 羊杂汤爱好者一本满 你不加辣吗 不加 我不是特别喜欢在羊杂汤里面加辣 我是喜欢吃那种它本身的味道 因为我觉得它的味道很好 就很鲜美 所以需要用辣椒再加 我觉得纯纯的味道很好吃 我觉得我这山西哥们估计都惨哭了 关键是因为高师傅给我们推荐的 但他现在不在老家 对 谢谢高师傅 很香 而且店门口已经大排长龙了 真的好长啊 正如这个店的名字一样 我们来的实际真的是刚刚好 拿捏 总体来说我还是很推荐这家老字号的羊杂汤的 不删 我觉得平常不太爱吃羊肉的人 都可以去尝试一下 如果你不喜欢吃内脏的话 还有那个羊肉汤可以选嘛 而且一定我们超级超级推荐 是把那个麻花放到那个羊杂汤里 好好吃啊 我觉得真的比酥饼好吃 麻花是它有其他的 有一些调味在里面 有些咸味啊 有些香味 我觉得加麻花很好吃 如果你们来吃的话 我超级推荐在羊杂汤里加麻花 这是一个我这次新鲜的尝试 我觉得好吃 饭后我们来到了禁祠 有人说不到禁祠 往来山西 虽然我和三门对古建筑 并没有很深的了解 但还是被禁祠中各个朝代 精妙绝伦的建筑深深的震撼到了 我们购买了线上的解说 可以一边走一边听 我要用up请讲 现在已经是傍晚时分了 我跟Simon在禁祠国物馆里发现了我们两个都觉得很惊艳的一个小角落 叫做真去亭 然后它的真去亭下面 大家看有一个楼梯 通向这里 这里叫做西尔洞 来跟我一起去看看 西尔洞的得名 源于隐世 许游的传说 人家停下了阶梯 穿过洞口的一瞬间 所有洞外喧嚣的声音渐行渐远 时间按下暂停键 水性温向治愈的ASMR 不仅仅是耳朵 心灵也跟着被洗净了 总之 如果你来太原 禁祠真的是名不续传 有一个下午给它 在这里 静静地感受穿越千年的历史和文化魅力吧 我们刚刚结束了禁祠的游览 我觉得真的是很值得一来 如果你非常细地去看 跟着app的讲解 一个一个地看过去 真的要游览个大半天的时间 我们匆匆地过来游览了一圈 两个小时的这种东线 也算是勉强走完吧 然后 其实有一个是三四个小时的这个经典线 如果要是走的话 真的需要大半天 我们也看了一些 经典线上的一些 东线上没有的一些建筑 这边的建筑就是汇集了各个朝代 非常的精美 各个朝代的主要是很明清 因为就是最终最后修缮的那一些 那唐代也有 唐代也有 还有一些宋代的 真的很叹为观止 我觉得我们古代的建筑真的非常的厉害 不用一个钉子和一滴浇水 就是做出这个样子 可以开出来就是 就是以前我 我的就古代的北方人 是多么喜欢这片土地 刚看到一个对联就说 我们这里景色不输 不输湖南的那个月阳楼 不输湖北的黄鹤楼 你真的很漂亮 特别特别美 下一站我们将来到平遥古城 我们就在这里继续探索山西美食 口感我很喜欢 看是不是很像 真的就是原我小样的黑啊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不要忘记点赞 最重要的是记得关注我呀 我是皮皮黎 关注我和我一路边走边吃 我们下期见